我们来看到这份榜单 是针对了47个国家跟地区所做的 2023退休金制度的评比排行 那么在这个最新的评比当中 夺下冠军的是荷兰 得分是85分 第二名冰岛 第三名丹麦 第四名是以色列 那么他们都是得分80分以上被列为A级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稳健的 退休体系 而且可以提供良好的福利 那么接下来呢 包括第十名是英国 12名加拿大 22名则是美国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说 那么台湾到底排在哪里呢 47个国家地区当中 我们的排名在这里 第39名分数只有53.6分 那么我们所比较熟知的国家 像是日本是第30名 它的分数是56.3 中国呢 分数是55.3 是排在第35名 南韩则是51.2分 排在第42名 那么都是被列为呢 整个评比的后段班 那我们看到台湾的表现在东亚地区呢 其实指高于南韩 还落后在日本跟中国后面 到底为什么呢 评比当中同样也提出了 如果台湾的退休精制度 想要提高分数的话 有四大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要提高呢 贫困高龄族的最低支持水准 还有应该要是部分退休金给付 为收入的来源 逐步提高领取国民退休金的年纪 还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应该要提升高龄族群的 劳动参与率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排行出来之后呢 我们劳动部也有回应了 他说依照我们的制度来说的话 年次30年的劳工退休之后 领取劳保年金所得替代率 可以达到46.5% 他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并不低 台湾比起来我们的退休精制度 没有比别人差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 也请去锁定华视新闻 Hello 我是陈亚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